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日本战神GT-R,转子王者RX7,藤原拓海的A186 这些投文字地中的常客在隔了多年之后 依旧让我们这些车迷津津乐道 但其实除了上面三位大卡外 还有一位狠角色在秋名山战斗过 它就是有着咬地杀称号的Lexus IS 转眼来到21年后 Lexus IS第四代车型终于发布 全新IS前脸依旧凶悍 仿锤形中网更大更嚣张 标志性的耐克灯跑到了大灯上部 之前的卧蚕变成了现在的横眉 小伙儿终于睡醒了 侧面线条紧绷有力 给你一种紧凑型轿车的错觉 老远一看 这就是位标准的健身达人 小翘臀加上小尾翼 双边双出排气配上扰流版 全新IS绝对算是美臀大赛的种子选手 贯穿是尾灯点亮之后美感十足 雷克萨斯的设计 总是透着一种东方之美 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 F-SPOT车型拥有专属F-SPOT套件 F-SPOT前排座椅 甚至可选19英寸BBS锻造轮圈 好车就得配好鞋 拉开车门 扑面而来一种走错片场的错觉 和上一代IS相比 内饰变化极其甚略 高配车型10.3英寸悬浮中控屏 增加了触摸功能 并支持苹果 安卓 亚马逊 三方手机互联 再选一套17喇叭的 马克莱文森高级音箱 全新增加的AR Play App 可以在手机上把玩自己的车辆 这么一看 内饰也不算太糟糕了 全新IS依旧搭载着 祖传的2.0T和3.5升V6发动机 四驱板匹配6AT变速箱 后驱板匹配8AT变速箱 最快的350车型 破摆时间不到6秒 对了 心心念念的TNGA架构 没有在全新IS上出现 2800毫米的轴距 也和老款车型保持一致 直言不讳的说 雷克萨斯没有诚意 全新换代的IS 更像是拉皮改款 从老皮装老酒 到新皮装老酒 只换瓶子不换酒的做法 非常迷惑 但反过来想想 这又是雷克萨斯在运动中型车上 所做的最后争扎 你买我推荐 真买我不买 是IS的真实写照 未来 新款雷克萨斯IS大概率会进入国内销售 但贴上2.0T4缸机 和低性价比两个标签之后 想要在销量上做文章 就全靠颜值了 不同于宝马三系 对运动于舒适的兼顾 区别于奔驰C级 为品牌与格调的专注 较新独具 自成一格 是雷克萨斯IS特有的风格 时光荣染 IS依旧是那个倔强少年 21载 毫不妥协 永不改变 喜欢记得分享哦